都说中年男子三大宝 路由NAS充电宝 今天这期视频也不过分 就是80块钱整一个 苹果牌的NAS玩一玩 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那么就有人要开始说我不靠谱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让乔布斯来亲自对你说一说 这个就是一台AirPods苹果路由器 内置了一块硬盘 用来备份Mac电脑的 一般我们叫它时间胶囊 Mac上有一个App 叫做时间机器 可以配合时间胶囊 就可以无限备份你的Mac了 AirPods是我用过所有路由器里面 最稳定的路由器 没有之一 AirPods真的是可以设置好 丢到一边完全不用管的设备 存在感非常低 但是运行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定 如果对AirPods感兴趣 我这里也可以单独做一期 AirPods和WiFi的前世今生的视频 Apple是在2008年1月15日的 Mac World大会上发布了时间胶囊 找一个十多年前的路由器回来 应该不会超过100块钱吧 然后关掉老旧的WiFi4功能 开启文件共享 这不就是一台完整的Apple NAS了吗 所以我就把目光转向海鲜市场 最后讨价还价 持80元的巨值 拿下了这台时间胶囊 果然海鲜市场的水还是很深的 这台时间胶囊 虽然可以重置 但是任何修改的设置都不会保存 简单的判断 我觉得可能里头10年的老字号硬盘 应该坚持不住了 所以我打算先换一个硬盘看看 能不能正常保存配置吧 这个应该被咸鱼的卖家之前就修过了 但是它拆的方向好像不太对 它是往顶盖上拆开的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靠硬盘黏在顶壳上 所以现在硬盘拆不下来了 这边的硬盘整个已经换好了 因为原来硬盘取不下来 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暂时接散 但是配置还是没有办法保存 还是一个坏的状态 俗话说的好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我立刻又从海鲜市场整了一台 所以你知道这期视频为什么拖根这么久了吗 不过吃一切长一致 这里我选择更新款的 也就是最后一代的时间交难 这一定是粘了 我们洗一洗应该就好了 这下要新那么一点了吧 不过这次应该是下了血本了 用了三倍的高价 才全款拿下了这台时间交难 这次肯定不能失败 虽然时间交难已经停产很久了 但是Apple在软件上的支持 并没有因此抛弃它 哪怕是最新的M系列的Mac上 仍然可以找到 针对M系列处理器优化的 Apple Utility App 东西都停产了 Apple还在更新 这么长的支持连线 也只有Apple可以做到了 时间交难里面的WiFi 是802.11n的协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WiFi4 和如今的WiFi7标准比起来 确实慢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机身背后还有四个千兆口 我们可以通过千兆网线 连接到家里的主路由起上 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传输速度 剩下的三个亮口 还可以作为一台千兆交换机使用 第一次配置过程非常简单 跟着引导一步步配置好 配置完成以后 进入无线菜单功能 首先关闭的是这里老旧的WiFi4功能 然后转到网络的选项卡 路由模式也改成Off 我们这里选择桥接模式 确定等设备重启好之后 进入磁盘选项卡 开启文件共享功能 巴拉兵巴拉蹦 一台苹果的NAS就搞定了 哇,What an amazing day 根据你淘到的版本 内置的硬盘可能有2TB或者3TB的选项 如果觉得不够用了 还可以通过背后的USB接口扩展 这个USB接口也可以连接打印机 这样一台普通的打印机 就可以变成一台支持AirPrint的无线打印机了 OK,最后这台设备的性能到底如何 我们来传输一个文件试试看 配合WiFi6的路由器和M2的MacBook Air 无线传输文件的速度也不算慢 速度还算可以接受 当然跟现在动辄好几千的现代NAS没法比 但是作为一个初阶入门 了解NAS的工作原理还是绰绰有余的 怎么样,你喜欢这台苹果牌的NAS吗? 当然我日常的视频编辑是由专业的华硕的NAS 来存储平时拍摄的素材 所以我留着这台设备也没有什么必要 那就贡献出来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嘛 OK,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狂吃不怕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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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